HELLO 大家好 我是雅各 托了很久拍了這支影片 今天要來講鷹舌鬼達到五萬追蹤後 問大家三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 你對於我有什麼樣的第一印象? 雅各就是不會穿衣服 原來在我身上磨蹭 這是病態 第二個問題 你想看我做什麼樣的事呢? 第三個問題 你想對我說什麼呢? 這支影片挑選了幾則有趣的留言 來告訴你們我的想法喔 首先第一個 有人講說 玩惡靈古堡會笑的帥哥 欸!拜託 惡靈古堡其實真的很可怕好嗎? 有玩過的都知道 被嚇得半死啊 小孩感覺就很難瞄準 不管了我要跑去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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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就會一直逃 大逃亡嗎?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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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了 再來,想看我繼續直播 跟大家聊天、分享話題 放心,直播這一塊我一定會繼續做下去 而且會跟大家繼續的聊天 當然我也不希望變成歪台或是... 色情台 再來,講到最帥的話學老師 恩...老師這一塊真的很不好當啦 但是...我會努力 想看雅各一直做直播 那麻煩 通知一定要打開 還有我的現實動態也一定要點開來看 不然你一定會錯過很多資訊 拍化學相關的影片嗎? 這個的確在我的計畫之內 總之...敬請期待囉 那腹肌的部分 每天練腹肌,卻沒有腹肌嗎? 這個我其實也沒辦法啊 因為畢竟我也不是專業的 我只知道 練腹肌要持之以恆,還要控制飲食 在Twitch上看到我的實況 喜歡聽我冷蝦微還有講有趣的內容 以及...時不時會變成色情台 欸...我想這一定有什麼誤會吧 我可是以小欣欣著稱的耶 想聽我上化學課 我覺得...目前還沒有考慮這個 這個等之後 看怎樣進行再說好了 然後...在直播上唱歌或跳舞的話 是可以試試看 可是...跳舞的部分真的不太行 我頂多只會跳什麼... 右右台的卡卡卡布列島 我來到一個島 卡卡卡卡布列島 第五個人留言說 怎麼每篇都是自拍 表情都一樣 然後...單眼皮很迷人 好啦... 我承認... 我的確都是一號表情 可是我已經在做改善了好嗎? 所以我今天拍的這個影片告訴你說 我不單單只有那個表情 還有...單眼皮的部分 其實我是內雙 看清楚 再來... 直播的時候覺得很親民 然後有內涵 想看我帶動跳 帶動跳 我真的帶動跳你會跳嗎? 不會吧! 第六者留言 有點長 我簡單也念過好了 嗯...媽啊...我的化學老師有這麼帥就好了 長得很像小說裡的那種帥帥鄰居哥哥 請問帥帥鄰居哥哥是怎樣 就這樣...嘿嘿... 然後...喜歡看我現在做的事情 呃...喜歡看我直播 也跟你們老師介紹我 欸...跟你們老師介紹我 好像有點奇怪 不過...也謝謝你啦 第七者留言 又帥又可愛 會講話 聲音很好聽 嗯... 我覺得我的聲音 不是很好聽啦 我自己是不喜歡 不過...有些我很喜歡的YouTuber 我覺得他們聲音很好聽 例如說...白癡公主 啊...你有看見我的阿嬤嗎? 啊...十塊我來了 或是阿滴英文 呃...不會模仿 好...算 然後還有...黃大謙 哈囉大家好 這是一個電影的文本 學會了嗎? 天啊...我好蠢 第八個留言 蠻簡短的 對我的印象就只有笨 然後想做什麼事情就是 扮成臘腸狗 宣傳自己的IG和粉絲專頁 我承認我玩遊戲真的蠻笨的 每次都會迷路啊 或是找不到路 買這些...買出他的... 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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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扮成臘腸狗 天啊 第九則留言 我想大家都有一樣的歪樓回應 很可惜喔 這一次的留言 都蠻正常的 直播的時候穿內褲就好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 直播穿內褲欸 到時候被檢舉 然後畢業快樂歪樓才有梗 好啦的確我贊同 歪樓大家才會想聽 最後一則留言 胡子長很快 胡子長很快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 搞笑繼續下去 修毛太長了 搞笑這是一定的啊 可是修毛你是指 頭毛 一毛還是 最後就是 當老師做直播很辛苦 然後這是我的興趣 也要想到初心 會給我持續下去的動力 沒錯 很謝謝你的加油打氣 影片的最後 感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很謝謝你們 未來也會持續做不一樣的影片 這是我的興趣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以及按訂閱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雅各 咱們下支影片見囉 你的Instagram到底有沒有開空之 你的Instagram到底有沒有開空之 開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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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社情台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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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